原标题 八十万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 为什么只被揭秘了55万多 1948年11月6日 解放战争三大战略决战之一的淮海战役正式开始 1949年1月10日 淮海战役结束 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 俘虏三十二万零三百五十五人 毕伤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一日 还有三万五千零九十三人投诚 两万八千五百人起义 共歼灭国民党军徐州矫总指挥下的 五十五万五千零九十九人 取得了全面战略胜利 不过有人会感到奇怪 一般提到淮海战役都说是六十万解放军 对阵八十万国民党军 所以毛主席才戏称淮海战役是家身犯 既然如此 为什么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 只见面国民党军五十五万毒 还有二十五万左右的国民党军去哪了呢 首先 淮海战场上所谓的八十万国民党军是根据部队番号和满原编制的情况计算出来的 但是由于体制缺陷和贪污腐败严重 当时国民党军各部队都存在严重的 区报兵额问题 根据有些学者的推测 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可能只有六十万到七十万左右 其次 淮海战场上所谓的八十万国民党军包括当时驻守在战场南线与东部的国民党军李延年 刘鲁明两个兵团大约十万左右的部队 但在整个淮海战役期间 李延年和刘鲁明两个兵团遵循有军有难 不动如山的国民党传统 看着有军被解放军包围歼灭 当时素玉大将在南线部署了几个纵队防御李延年和刘鲁明 导致后来华野用于追击杜玉明的机动兵力出现不足 但没想到在杜玉明三十几万大军掏出徐州的时候 李延年和刘鲁明也继续向南归缩 从而让华野原来部署在南线的部队调过来阻截杜玉明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军有难 不动如山 李延年和刘鲁明两个兵团的部队 没有真正参加淮海战役的战斗 自然也就没有被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上歼灭 这是八十万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被歼灭了五十五万多的主要原因之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